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HC军 那么今天HC军的Vlog第二期呢 我们来到这个尖峰的汗血场 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汗血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吴教练 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我是吴彦祖 尖峰吴彦祖 今天要教你学习单板的一些滑雪技能 滑之前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穿戴好护具 不管是新人还是发烧友 在滑之前呢都一定要穿戴好护具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穿靴子的时候呢一定要将裤管拉高 以免穿好鞋之后由于太近而导致的腿部充血 因为我们要按照你的身高 去得板子的长度和分度 然后你得身高就要1米4的就好 上到减去20厘米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板子有多长 你就站直了 把板子放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在下板到鼻腿这个区域 就基本上能用 穿戴好所有的装备之后 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体验啦 尖峰汉雪场它总共有12个分区 我们今天就去丹板道 来体验一把丹板滑雪 跟教练在缓坡和平地上 学习了一些基础试试之后呢 HC君终于要开始人生的丹板第一滑啦 搞错了 再来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主要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滑雪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但是单板滑雪的话 最好还是请教练指导 这样你入门的话 门槛就会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 如果说你没有教练指导的话 一路摔过来 你可能就不想滑雪了 其实滑雪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危险 只要你按照学厂的规定 戴好头盔 穿好所有的护具 在安全的情况下 在你要做出错误的动作的时候 就我教你的安全摔倒的方式去摔倒 就没有问题的 在安全摔倒的方式去摔倒 就不想滑雪 在安全摔倒的方式去摔倒 就不想滑雪 在安全摔倒的方式去摔倒